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慈场街这边 慈场街呢相当于就是吉隆坡这边的一个唐人街吧 唐人街然后呢这边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这边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然后呢大家逛一逛 那我们还是照例先逛之前吃饱了才有劲儿逛 听说这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海南茶餐厅 听说每天都是爆满啊 咱们接着看看去 走走走走 拿到了这个36号 36号还有四五桌 人还挺多 咱们先排号吧 咱们先等一会吧 能看看周围还有什么 中华戏院 这是一个看戏的地儿吧 看电影的地儿吧 你看这个这个宣传画啊 电影宣传画真是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像是这个六七十年代刚有这个电影的这个彩色电影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Come Drink With Me 大醉侠 应该是一个武打片 古装古代武打片 有意思啊 这里吧 这里试也好一点 嗯 嗯 我要花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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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啊 可以自己先拍八百一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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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老板说楼上的景色更好 咱们上来 嗯 上完了啊 这是椰浆饭吧 看西兰吧 这是我那个 尝尝怎么样 尝尝怎么样 这家怎么这么火呀 尝尝味道怎么样 吃这个海南的茶餐厅啊 必须要吃这面包 咱尝尝这面包怎么样啊 嗯 嗯 这面包里都是加那个 咖椰吧 嗯 是加的咖椰酱 是吗 咖椰酱 还有那个 Button 你这里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那种 花生 是吧 对 花生酱 花生酱 然后咖椰酱 你这挺丰富啊 你这 嗯 对啊 你这个内容 明显比我这丰富啊 你这差是双成的吗 我这是量多 你这是质多 质量 来看看这面包 这个 这里边加的是咖椰酱和黄油 还有这个 两种 这里面是有花生酱的 这里面没有花生酱 这叫太空包 那是太空包 这是普通的那种面包 尝尝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马来西亚这边 你点咖啡一定要配这面包 绝配 还有一定要点的就是生酥蛋 是这边的早餐绝配 咖啡 咖啡上来了啊 咖啡 咖啡 现在啊 所有盒咖啡 不论什么点 基本上都是这个 统一的这个杯子啊 都长得一样 这个点的是这杯叫唱 是海南茶和咖啡的一个 综合体 我们尝尝这个 听说这个咖啡音会比较多 我们来挑战一下 有茶的味道 没有咖啡的味道 但不是很甜 面包炸 海南炸 别有一番风味 海南这个海南茶啊 叫Charm 其实据说是说 这个Charm 其实就是那个 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海南茶餐厅 一般都是海南人吧 海南人原来 从海南来到马来西亚的 这代华人 他们在过去呢 实际上都是在 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在英国的一些贵族家里 被人掌厨 就负责英国这种贵族的 这些餐食 然后所以 因为他们本身 海南人本身就是 善于烹饪 然后再又 他们又结合上 在英国的这种 下午茶文化 和英国人的饮食文化 去本地化了 现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海南的饮食 所以比如说 咱们这杯Charm 其实 它就是Charm 掺着什么 就是海南人 把海南茶的文化 跟英国人喜欢咖啡的 这种文化 掺在了一起 所以就海南茶 掺上咖啡 所以从这一点 你们看到了 我们之前一直说的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 怎么样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 这么一个 所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来吧 干了个杯Charm 我们一起 开始 新的一天 干杯 火酥饭吧 咱们来逛逛 社长街必须来的 这个叫鬼仔巷 来来来 跟我走 这边有一个宝馆 咱们自己看看 这边有一个宝馆 这边有一个宝馆 咱们自己看看 哦哦哦哦 哇呀 这个唯一宝馅 咱进去看看吧 呦 迎门的迎宾小姐 看这个拉尔胡的老爷爷 画得唯妙唯孝的 这其实有点像北京的那种南螺谷像 或者很多这种或者上海的一些弄堂 弄堂啊乌镇啊就古镇啊 这种旅游打卡景点 这鬼仔像啊本来叫戏院像 早年间人们经常搭着车 到慈尚街这边的中华戏院看戏 那算是当时人们的一个主流的娱乐方式 后来听说这个戏院是一把大火 结果烧了 现在咱们看的呢就算是一个旧纸 那为什么又叫鬼仔像呢 听这个老街坊流传啊 主要是有两种说法 这第一种说法呢 过去住在这儿有许多的人家 小孩经常在这个戏烟像里边啊 嬉戏打闹 这广东话呢 又广小孩叫鬼头仔 因此而得名 那另一种说法呢 说这里经常啊 聚着一些烟鬼呀 毒鬼呀 酒鬼呀 啊 过去的这个算是烟花柳像 所以也叫做鬼仔像 当然 具体哪个说法是对的 现在也无从考证了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鬼仔像 现在也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一个旅游景点 流传了下来 我们现在能走在这个鬼仔像里面走一走 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摩剑刀 摩菜刀 我会这个韩法 你信吗 我从小就会这个韩法 他这个啊 你拿一个那个摩菜刀的那个铜板 打开板 摩剑 雷千彩刀 几次韩安 过去啊 这个 不知道这边啊 就是北方那边都是要有叫叫卖 这在你要看相上 有很多种段子 韩这个叫卖 学习谁叫卖 摆菜的呀 磨刀的呀 是吧 这各种 这种各种的这种买卖 都有这种叫卖手 这还有很多这种老的这种店 我们感觉有种逛大沙烙的感觉 我们感觉有种逛大沙烙的感觉 看一看 西施虾 西施虾 哦 这些点心 这叫很多香饼 黄黎酥 姜酥饼 这是去店里吃的 好吃 嗯 嗯 我刚吃完饭 不饿了 品权老店百年 哎呀 这不是巧克力 这是本地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巧克力啊 你请你看看 巧克力吸收过程 是吧 how chocolate works 从这个树上摘下来的可可豆 等系列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透明厨房 小厅啊 这是一个餐厅 这两个娃娃 可爱啊 可爱的小娃娃 KLCC 吉隆坡的小娃娃 手工巧克力到手 下一站 嗯 我发现了王老师 这就是自己煮的这种凉茶 你看 看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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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听说是 呃 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筑 全世界第二高 这你受得了受 这就是唐人街慈场街的路口 这慈场街市场啊 就是 卖小小商品的 所以我感觉 全世界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有这么一条街 哎 这街就在这 这一看 这一看好像是个老子号啊 这是什么 芝麻皇后 陈玉环 这跟那米白里那家店是一样的 摸的顶 ok thank you 看这个了 这很有感觉啊 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冲击 你看这建筑 古代与现代的一个冲击 可以当这个一个艺术照 哈哈 这马来亚大酒店 一看这名就是历史悠久的一个酒店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开了 你看 hotel Malaya 很帅的好处 这个酒店一定是 你听名就是历史 前面有一家这个官地庙 咱们进去看看啊 来就是这儿 官地庙 这应该是官二爷的 官二爷的吧 官二爷的庙 香火很旺啊 这座官地庙建于1887年 距今有136年的历史了 是当时来自广州和赵庆的华人同乡会 建到的 出于对本地文化和官二爷的敬重 咱走到这儿也得继续拜一拜 上个乡 说起拜官二爷 因为慈尚街附近啊 是早年间华人做生意的聚集地 那官二爷的义气千秋 自然成为做生意的 心中的武财神来敬奉了 总体来说 这所官地庙啊 在当时有很多社会人文功能 第一是类似于古代的会馆 让初来乍到的游子同乡 有个落脚的地方 那第二呢 做生意 如果有个生意纠纷 债务纠纷等等的相关的官司啊 也可以在这官地庙大堂中进行公判 这第三嘛 是每逢过年 官地庙也是祈福和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 所以您看 早期来马的慈尚街一带的华人 就是通过这所官地庙 心细意起的 好了 感谢您观看这期的克里斯基 在这里我也祝愿大家端午快乐 健康快乐 下期见 喜欢要订阅哟 咱们做好 DESA 是 咱们做好 咱们做好 我们下期见